肺部和器官 除了肺部和器官以外 我們要更加小心一個器官 都可以令到你氣喘 很多人覺得氣喘一定跟肺有關 但其實心臟出問題都可能會導致氣喘 今天我們很開心邀請到心臟科專科 陳其雲醫生跟我們說一下 陳醫生你好 Phoebe你好 首先想問一下醫生 其實氣喘會不會背後代表有什麼病 我想這兩年氣喘代表什麼呢 氣喘代表新冠 氣喘代表戴口罩 更加多人會問是否戴口罩 令到我或者令到一個人會氣喘多了 但肯定中了新冠一定會氣喘的 但除了新冠以外 我們會想氣喘是什麼原因呢 首先第一 肺、器官會有關係 譬如慢性阻失性肺病 一些可能是氣管炎 還有哮喘 那當然可以氣喘 但其實除了肺部或者器官以外 我們要更加小心一個器官 都可以令到你氣喘 那就是心臟 那為什麼心臟又會令到你氣喘呢 當你患上心臟衰竭的時候 那就有機會令到你慢慢 逐步逐步會覺得 在日常生活裡面會多了氣喘這種症狀 那有沒有說呢 其實怎樣分辨到心臟衰竭 和其他可能肺病 或者其實心臟衰竭會不會有什麼病症 我想有個普通市民 就未必能夠即時會分辨到 究竟他氣喘的時候是心臟病 氣管病 還是肺病 還是純粹口罩太局 當他真的有疑問的時候 我覺得他是需要去尋求醫生的意見 當然他可以找家庭科醫生 或者胸胃科醫生 或者心臟科醫生 或者心臟科醫生 專科醫生 去看看究竟他患上什麼疾病的 因為一般來說 心臟衰竭他的症狀 都可以有很多種的 比如說氣喘 乏力 腳腫 頸的症默 開始擴張 睡不到 或者覺得無口吃東西 都可能是心臟衰竭的一些症狀 你剛才說了心臟衰竭 其實可不可以簡單說一下 到底心臟衰竭是什麼 心臟衰竭本身是一種慢性的疾病 心臟衰竭固然就是 心臟的泵血能力就逐步下降 而去到最差的就是衰竭 即泵不到血的狀態 當心臟泵不到血 我們簡單可以分為 左心泵不到 右心泵不到 還是兩邊雙側的心臟的心室 都泵不到血 那我們就要用檢查 譬如心臟科醫生 我們可以選用 不同類型的心臟檢查 可能有簡單的心電圖 去到比較複雜一點的 譬如心臟超聲波 電腦掃描池的降陣 或者心臟導管術 去幫一個患者去解釋一下 究竟他是患上哪一類型的心臟衰竭 當中也可以重驗血 有些因子我們可以驗一驗 究竟他有沒有一些心臟衰竭 一些臨床指標會上升 也可以用驗血 去幫患者去斷定 他本身心臟出了什麼問題 想問一下 心臟衰竭 其實哪些人會容易幻想 或者其實是不是長者 會比較容易幻想 其實心臟衰竭 本身可以很闊 其實男女老幼 真的幼童 嬰兒出生 可能她有先天性的心臟問題 就已經可以心臟衰竭 去到年輕人 甚至去到長者 都可以有不同原因的心臟衰竭 簡單來說 我想都市病 最常見會想是不是三高 譬如說她有長期的血壓高 可能血糖問題 糖尿病 膽固醇 可能容易引發到有關心病 叫氣性心臟病的話 他們將來患上心臟衰竭的機會 就會大大提升 有時候當中 我們香港也不乏一些很慘的病例 就是她一些急食的心臟病法 我們叫心肌梗塞 他們梗塞過後 心臟肝膏自然會大幅下降 我想暫時我會看到 在香港比較容易去遇到一個 因為觀心病 而見到她的心臟衰竭的患者 當然我們還有其他診斷 譬如心反疾病 譬如說日內分泌系統 譬如急狀腺疾病 甚至可能一些原因不明的 或者病毒性的心肌炎 都可以令到一個市民 突然間會患上心臟衰竭 其實那個心臟衰竭這個病 會怎樣影響那個患者的生活 有什麼治療方法 或者其實那個病徵 是否可以改善到 當一個患者 真的知道被確診有心臟衰竭的話 其實他們的生活 都會受到很大的影響 首先他們的臨床症狀 可能會很厲害 譬如剛才我們已經說過了 可能她的氣喘 氣速 腳腫 乏力 沒有胃口 睡不到覺 這些第一 影響她的正常生活 影響可能她的工作 或者可能會損失工作的能力 第二 她要進行很多的檢查 跟著醫生再判定 她是什麼原因的心臟衰竭 再去用藥物 或者一些生活上的調節 去令到她的病情得以控制 病情受到舒緩 簡單來說我們可以想到的就是 因為你衰竭 泵血泵得不好 有很多水分殘留在身體裡面 例如腳腫 肺部有雜音 我叫肺濕 這樣的情況 一個患者的生活上面 在飲水上面 鹽分的吸取上面 會即時需要立刻的調整 才可以令到他們的病 值得以控制 甚至舒緩 當中尤其是水和鹽分 在我們生活裡面 常常都會碰到的 當你患上心臟衰竭的時候 她飲水的份量 就一定要好好控制 我們說可能每一天 儘量不超過1.5L 3.5公升 或者她嚴重一點 可能要再減少一點 而當中這種水分的計算 不只是一杯一杯的水 而是可能湯、飯、水、水果 其他食物 當中裡面都會有水分 這些都是要控制的 那你知不知道鹽分 它要控制到多少 嗯? 真的不知道 是啊 我就告訴你 你就是會不知道的 因為鹽分的控制 其實更加困難的 當我們覺得水分容易控制的時候 鹽分是想不到的 因為我們的食物裡面 無論是由新鮮的食材 甚至去到葉製的食材 裡面的鹽 我們叫納質的分量 都會有所不同 而是一般的市民 你根本不會知道 他在吃的所有的食物 裡面的鹽 蠟的分量是多少的 所以就算我給你一些數字 你去死記 每天不能夠 吃多少克 多少克的鹽來講 其實都是沒有意思的 就是因為他根本都追查不到 他自己每一天進食的食物裡面 他都計算不到 你真的要精確地計算 可能你要請教營養師 真的要幫你每一餐去量清楚 究竟你可以能夠吃什麼 什麼種類的食物 而達至一個種的鹽或者蠟的分量 但是對於心臟病 或者心臟衰竭的患者來講 一定要記住 水分和鹽份的控制 相當之重要 明白 其實心臟衰竭的病情 當他開始確診這個病 有沒有說可以逆轉的 還是只是慢慢控制它 不要惡化呢 那醫生就一定要跟病人去看清楚究竟 什麼原因 我們對正確的原因 對正下藥 通常都有機會去幫他逐步的逆轉 剛才說過一些生活上的調節 當然當然不足夠 我們心臟衰竭來講 我們很需要用藥物 甚至有些案例可能要用到手術 去幫他去改善他的心臟功能 希望他可以康復 而治療心臟衰竭的藥物 香港來講有很多很多不同的種類 一定要聽眾醫生的指示 看看是適合吃什麼類型的藥物 吃哪種先 吃哪種後 但是當初我們目標 就是心臟科醫生 我們當然希望他試完藥物之後 他的整體心臟的結構 以及他的射血的指數 我們用超新方法去量度 都希望得以改善的 所以他們如果是需要復俗藥物的話 唯一一定要聽醫生說 要長期吃藥 第二一定要回去覆診 醫生就會幫他們用不同的方式 當中我們比較常用的臨床 常用超新方法 去幫他們計算心臟的大小 射血的指數 去知道他們有沒有逐步的進步 明白 其實對於一些心臟衰竭的病人 有沒有說他們可以日常生活做些運動 或者生活上有什麼建議給他們 運動是需要做的 其實有很多心臟衰竭的患者 他們當精臟開始沒有那麼厲害的時候 我們都會主動去建議他們 多點外出做適量的運動 當然我們不需要做一些很劇烈的運動 例如去打球、打籃球 或者去跑步 其實只要外出,曬下太陽 慢慢走 或者逐步走快一點點 去出汗、散到心 其實就已經非常非常之好 當然我們現在外出 但是我都會建議長期病患者 需要一個人都可以戴口罩 保護自己 有沒有說呢 其實心臟衰竭 你說剛才建議 要做一些比較慢 或者輕量的運動 如果他們去做一些比較劇烈的運動 之後很不舒服要入醫院 其實我都碰過很多個案例的 所以其實有時候他們未必會刻意去做一些不適合自己的運動 反而在日常生活裡面 突然間真的好像我所說 你想追巴士 突然想追那班地鐵 而突然間用了很急的體能 或者他去了一個地方 他不在意原來要走很多層樓梯才去到的 那他也可能會有機會突然間的體能急劇地消耗 而導致他出了症狀 或者病情會有轉變 所以有時候會有嚴重心臟衰竭的患者 對於日常生活的安排要特別謹慎和小心 但是醫生 平時有時候我追巴士或者走路 都有機會氣喘的 這麼大的事情 你有沒有做過新官 我不知道 我就是猜到你不知道怎樣 那你有沒有做過新官 有 那你的口勢是不是很悶的 不是 我覺得一定是中原事 不關我心臟事 但是不一定的 告訴你 中我新官也好 沒有中我新官也好 有戴口罩也好 沒有戴口罩也好 持續的氣喘心口不舒服 都有可能患上心臟衰竭 所以 記得檢查一下 沒錯 今集就到這裡 拜拜 拜拜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